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麥婉山小姐 Theresa 姊姊比好 剛才聽你說的DECC會議 好像真的有很多元化 三天內要搞講座 工作坊 製作 我很有興趣知道每一個環節 實際的內容有什麼不同的專題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給我們觀眾子 好啊 好啊 其實好像你所說 會議中有很多不同的環節 我們之前提及過戲劇教育 其實有很多人都有關係 譬如老師 社福界 甚至同學 會議也就著不同的群組 有些不同的環節 首先講一下社福界 其實社福界本身有一個叫做一人一劇場 其實在香港發展了很多年 他們本身在用一個叫做 Playback Theater 我們叫做一人一故事劇場 就是講一些參加者 可能他們以前的故事 但是在這幾年裏面 都演變了一個新的模式 叫做Play Forward Theater 我們看完以前 會不會展望將來呢 就有一個叫做展望劇場 其實會議中 將會有一個展望劇場的演出 其實這個演出 特別在的地方 就不是一個普通的演出 因為Play Forward和Playback Theater 都很注重觀眾和演出者 其實都不是真的叫演出者 我們叫做Facilitator 他們的關係和互動 到時可能在台上 帶領演出的人 到最後就會坐在台上 角色身份的轉變 可能觀眾也會在台上一起演出 除了身份上的不同之外 其實在觀點角度也會不同 因為隨著一個演出者 將他在觀眾的時候 可能他又會有另外一個意見和討論 因為其實一人一劇場 或者我們說Play Forward Theater 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一個很Flexible 很Flexible的一個互動的演出 題目是設定的 可能我們會就著一個題目 去做一個演出討論 但內容其實就是靠著那個互動 觀眾有東西扔出來 演出者可能會就著他們的東西去反應 其實沒有一個很特定的劇本 是會就著每一次不同的參加者 會有些不同的新鮮的東西出現 很即興的 很即興的 但很即興之餘 大家在那裡一定會有些得著 因為你一定會經過一些思考 就算我不踩上台板去做這個演員 也好 在那個討論過程 大家不多不少都會去想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如果我是他 我又會怎樣呢 所以這個是在一人一故事 或者在應用戲劇方面 是一個近年來比較多人會用的方法 是的 那有哪幾位是Facilitator 其實這次就不止一位 我們會有三個團體 包括廣州來的木棉劇團 會有香港的《好戲量》 另外也有莫超儒先生的 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 這三個團體 因為他們之前已經合作過 他們在廣州合作過 今次就會在香港再次 再做一次一個《Play for Web》 希望香港的朋友可以 體驗一下其實是什麼的一回事 這個很有趣 是的 那其他的環節呢 除了《給我寫福解》之外 其實老師也很注重戲劇教育 接下來會議內 我們都會有一些不同的環節 我都要先看看 因為上了太多 太多 譬如有些討論 剛才說過 杜Sir 古典龍先生 都會有一個專題討論 之外都會有一些發佈 譬如我們之前說的一個《Research》 講了《香港戲劇教育》 究竟在這幾年的發展 其實那個《Research》的成果 都會在會議內有一個發佈 另外就是 有很多學校 有用到戲劇做一科 亦都會有學校用戲劇去教不同的科 其實到時都會有老師 來到這個會議內 跟大家說回 他們本身在課程的編排內 甚至在學校怎樣去建構一個戲劇科 成立一個戲劇科 一個過程都會跟大家分享 因為很多學校都知道戲劇的好處 知道可以幫到學生成長 溝通 但是硬是不知道 我怎樣可以開到一科 我是不是要給我很多錢去訓練老師 我是不是要學校有個職業查 我們就希望透過會議 告訴學校可以怎樣做 甚至哪裡會有這樣的資源做 甚至也可以告訴老師學校 其實有藝人準備好 可以幫到你們去做這件事 會議都會有一些不同的環節 會說回學校戲劇教育的事情 當然也會 剛才我說過有學生 其實這個會議有一些 我們叫花邊的活動 其實就搞了兩個計劃 一個就叫做普通話大事計劃 所以到時會議裡面 大家可能會看到很多 中四中五的同學 會用普通話跟你們對話 因為我們希望 第一會議裡面 很多都是內地的朋友 都會主要用普通話去交通 所以同學都需要用普通話 在這個會議裡面主要語言 另外他們的工作是會採訪 不同的嘉賓 包括講者 我們參與的朋友 甚至可能我們這些籌辦的人 看看究竟過程裡面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他們就會將他們即時即日 採訪到的東西放上網 其實這個對他們來說 我們都希望第一推廣起的教育 第二是給他們一個眼光可以擴大 知道原來世界各地有這麼多 不同人在做這些事情 希望令到他們在課堂的學習之餘 有些新的體會 另外還有一個 都是給同學的 就是一個填詞比賽 就叫做龍的傳人普通話填詞大賽 其實都是用普通話 但是希望得到的目的是 同學會理解 其的教育其實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他們本身是學生 其實他們是接受氣劇教育的 一個很重要的群體 我們都想從他們的作品裡面了解 其實他們怎麼看中國 龍的傳人這個文化呢 又怎麼看氣劇教育這個東西呢 就是都是希望 跟同學建立一個關係的 其實所以這個會議 其實很多東西 就是無論是社會界的朋友 老師 同學 小朋友 都有他們可以參與的部分 真的有很多東西 我想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介紹 不過是因為希望可以 善用這三天的時間 令到不同地方的人 都可以有一個交流的機會 那那個語言是用國語 普通話 英文和廣東話都有的 其實Depends on 講者 他自己會用哪種語言 那如果我們的觀眾很有興趣 想參與可以怎樣做 其實大會有個網址 就是www.decc09.hk 在上面大家可以更加清楚 其實國內有哪二十多個團體 會來PresentPaper 有什麼Workshop 報名都可以在上面做到 要告訴大家 其實12月13日會是截止的了 我們希望 因為我們都會有很多的 到時會有很多的Publications 要預備派 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盡早 可以在Depends on 前報到名 當然如果大家到時 我的Schedule都還未定 我很想來 到時話見我們都很Welcome 是收不收費的 會收費的 因為始終都牽涉 我們都會請一些嘉賓來香港 我們都希望 可以提供到一些機票給他們 讓他們不用自己投行包 所以製作裏面 都有很多的 牽涉很多的錢 所以都會收費的 今次就是500元 如果是三天都來的 就可以是500元 但如果他們參與不同的環節 都可以就著不同的環節 有不同的費用 你籌備這個會議 跟2007的Idea 你會吸取了一些什麼經驗 其實2007年那個 我是沒有份籌備的 但是在我籌備這個會議的時候 我都會看回很多那時候的記錄 如果說分別上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人數 以及那個Focus 因為我們說華人社區 當然人數會相對比2007年 相對就會比較多 但是我最特別的是 可能我可以更加去專注 看回自己香港 甚至是身邊地區性的東西 跟Idea看到的東西 視野上會有不同 嗯 但是都是借甲到很多 其實《07年》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reference 沒錯 那2011年會不會有什麼 真的展望劇場 你自己展望 其實Tefel想 Tefel很想 每兩年至三年 會有一個類似的會議 但是我們都看看 今次的形式上 大家有什麼反應 因為始終都是 放回自己業界 大家可能到時會覺得 會不會我們今次不在香港呢 會在別處做呢 又或者會不會我們的形式 會是Cyber呢 我們希望會有這樣的平台 但是到時會怎樣搞呢 我想過完這個會議 我們再考慮 現在上早 沒錯 OK 多謝各位收看 下一節再見